Hello,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呀,说日本的垃圾分类分得很好 想让我做一期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本垃圾分类是怎么分的 我说,哎呦,这个垃圾分类太烦了,一期节目啊,做不了 那我们也可以分几期来做呀,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日本的这种纸质资源是怎么分类的 比如说呀,像我们每天,像我们经常喝的这个牛奶 这个牛奶盒算可燃垃圾,还是算可回收垃圾,还是算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呀 这个是之前喝牛奶的那个牛奶盒 如果要扔呀,哎呦,特别麻烦 需要洗剪吹三部曲 先洗一洗 洗完就完了吗 不是的 洗完了呀,就该剪了 看没 剪到 然后可以沿着,这个不是有个边吗 可以沿着边把它搅开 哎呀,搅得丑不赖我呦 哎呀,搅得丑不赖我呦 好,那搅完了 搅完了,搅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觉得洗的不干,你可以再撑一下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干净了 洗剪完了,或者是有的人会挂在那个阳台上 有的人可能会挂在洗碗架上晾干 但是呢,也可以把它吹一吹 看,吹风机 洗干了以后呢,就把它铺平 基本上呀,把它铺平 基本上呀,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回收的纸的东西了 实在嫌麻烦的人呀,还可以简单一点 但是前提也是,先要把它洗干净呀 洗干净以后呢,就是至少要把它折一下 至少也要折成这个样子 一定要捏扁呦 把这个边捏扁 但是呀,真的扔纸 一个星期只能扔一次 扔可然拉近了 一个星期可以扔两次 通常我就把它卷一卷 当成可然垃圾扔掉 哈哈哈哈 偷懒嘛 别人也会这样的,没关系 还有像这种 这是我吃完的这个盒子 也是可以捡一捡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边 它都是做的这种虚线 所以呢,这个拆起来应该也挺容易的 好,看见没 咱们接着来看,像这种信封 纸质的信封 这个肯定算纸的吧 但是像这种,就是放地纸的 这种透明的 这个是塑料的 得把它拆下来 哎呀,我觉得拆这个好麻烦呀 还好我不是强迫症 哎呀,拆的好丑呀 如果是自己扔的话呀 就把这个当成可然垃圾 团一团就扔了 但是,这不是给大家演示吗 哈哈哈,太丑了 这个拆下来了 这个你看,没拆完 总之呀,如果拆完的话 就把它跟其他的纸质垃圾 放在一起就行了 这个太丑了 可然 可以分清楚可回收和可然垃圾的区别了 哈哈哈,然后现在是 这个,这个是购物袋 纸的这种 运气比较好啊 我这个提手也是纸的 所以不用拆 如果这种提手有那种塑料的 还是需要把提手给拆下来才可以扔 嗯,然后呢 不过像这种胶带纸 这种是,不是纸的 就要把它给拆下来 拆干净了 因为不可能让说垃圾的人 再给你做二次的加工 不是 嗯,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日本还会卖一堆的绳子 就是因为你很多纸质的资源呀 理论上应该是用绳子给捆好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报纸 嗯,铺平的话 它也是可回收呀 这个也是纸类的 不好 还有像刚才咱们已经拆开的这个盒子 嗯,已经扁平了 这个就是可回收的 可以跟这个纸类的放在一起 嗯,这是牛奶盒嘛 经过了洗,捡,吹,然后铺平 现在也是可以放在纸质垃圾里 然后一起扔掉了 嗯,应该是拿绳子捆起来 我真心没有绳子呀 我的纸质垃圾很少 因为很容易变成可燃垃圾嘛 哈哈哈哈 然后,但是呢 是可以把它们放在这个纸袋子里边 没有绳子还不能搁纸袋子里吗 这样就可以扔掉了 如果有一些什么杂志啊,报刊啊 包括一些小黄书啊 也可以夹在这种报纸里一起扔 不过扔的时候注意啊 要夹在里面 不能把不太好的画面落在外面 容易影响小朋友就不好了 所以啊,纸质的垃圾呢 大概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是不是觉得日本垃圾分类太细了 太麻烦了 而且就处理一个这种牛奶盒 也是费水费电的事啊 还有这种纸质回收资源 还得注意分类 就是说像这种装酒的盒子呀 或者这种纸杯呀 或者是泡面碗 这种经过防水处理的这种 就不算纸质资源 就只能当生活垃圾扔掉了 那今天就介绍这么多吧 明白了没 就这样吧 拜拜喽 记得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喽